各位粉丝们,我是秀手里的一款 这是一个公命暗宁粉丝机器的OPPO K3 更换研装外品 这个显示触摸都正常 我们可以看到显示触摸都正常 但是它只是外品碎了 这个是一个冷光品三星品 内品是比较贵的 然后我们单独更换外品 单独更换外品也是 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接下来我们准备拆屏 第一部拆屏 这个我们用这个OC薄片 然后 接火这个酒精已经把屏幕拆的差不多了 但是个人请不要尝试自己拆屏 拆屏的风险非常大的 接下来我们准备拆后盖 这部我们后盖拿下 然后这个边框拿掉 然后剩下的主板 和屏幕电池 然后首先什么都不要管 先把摄像头保护好 这是我维修手机的一个重点 因为摄像头 磨化了 就等于人的眼睛已经磨化了 看什么都是磨合的 接下来我们它这个屏幕的排线在下面 我们接下来准备把这个 阳神器拿掉 这边 就可以把屏幕取下来了 它阳神器已经拿到了 我们看到它这个屏幕的排线就在下面这里扣住 首先我们把手机关机 然后 然后把手机断电最安全的 然后我们开始断电 然后屏幕的这个位置有个胶体 我们把它拿掉 胶体拿掉 胶体拿掉以后 就可以把屏幕 轻轻的拿出去 好屏幕已经从框上拿下来了 这是它的拼切指纹的 模组然后这个 就是 通过这里 它是透光的 通过这里 来实现拼切指纹的 接下来我们这个屏幕进行 分离 这一步我们把这个屏幕摆在分离机上 摆在分离机上 我的温度是60度 然后我这个 下面60度 但是上面是已经70多度了 我们可以 我们随时拿测温仪测一下温度 不要太高 好我们用这个红外测温仪测一下温度 看下多少 80度 然后下面60度 这个比下面多20度 然后最好不要超过80度 80度左右 因为太高了对屏幕不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分离 屏幕已经放分离机 我们打开键 红外测温度 除胶神器和这个塑料刀片配合除胶啊 然后接下来胶已经除完了 我们把上面的残胶再擦干净一点 胶已经除干净了 没有刮痕 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贴干胶 准备一张光纤OC干胶 准备贴在显示屏上 这个干胶一切好 没有死泡啊 一定要消消泡 没有死泡再贴盖板啊 接下来准备一个严状盖板准备对位啊 好屏幕已经手工定位好 我们准备贴盒 这个我们把屏幕放在真空贴合机里面啊 打开正在抽真空啊 才能自己 才能换外屏啊 千万不要自己去修 甚至把毒板给拆坏的啊 都有碰到很多了 正在贴合了啊 贴合完毕 我们打开看一下效果 我们看一下啊 还有轻微的小泡泡啊 然后我们再放在 消泡机里除一下泡 除泡机里 五两三分钟拿出来啊 好在除泡感过程中 我们已经把这个框清理的干干净进去了啊 然后我们准备拿出来啊 已经六分钟了啊 差不多 我们看到啊一个小死泡没有 非常完美啊 你在阳光下看一下啊 非常完美啊 接下来我们装机测试 好装机之前我们先测试一下啊 手机已经正在开机 显示正常啊 看它触摸正常不 触摸OK 好 效果的话还是原来的效果 触摸还是原来的触摸 一点不影响 指纹也对不会影响平下指纹的啊 这就是单独换外屏的好处 好接下来装机吧 好手机已经打好 边上已经打好焦了 等待一分钟我们再把屏幕装上去 好屏幕已经装机了 然后我们把客户所有的螺丝上好 不露伤客户 所有的每颗螺丝 包括一颗零件啊 然后用我的大毛刷啊 把里面的灰尘刷的干干净净的 然后摄像头我们采用的是无接触 无手触控的啊 然后不需要操非常的干净啊 一般摄像头是我保护的重力 好接下来我们把后盖偷上 好我们把后盖张好以后啊 我们然后装上用这个包温胶带捆起来啊 然后接下来准备开机啊 再测试下功能 好完美亮起 偶颇标志啊 等待进入系统 整体测试一遍 好已经进入系统了 我们测试一下触摸 触摸显示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就这样就这样 成功的把外屏修复了啊 换了啊 这个等待客户复复复复了 感谢这个老铁对我的支持 然后你们需要修复的 可以联系我啊 大量集团中 完美 好双击加关注 然后整个换屏过程就拍到这里啊